新冠肺炎疫情依旧相当严峻 不过求职找个好工作赚钱养家还是非常重要 因此基隆就业中心特地举办联合征材活动 总共有10家厂商释出235个职缺 吸引相当多的民众前往求职面试 这次又以一家物流业公司一次征材50位物流士 以及4位调派和客服人员的职缺最多 那这里涵盖了就包括我们基隆市双北 还有我们瑞芳工业区 那这些厂家呢 其实在长久以来这段时间呢 他们的缺工的状况都是蛮严重的 那当中以物流还有我们的保全业 还有我们的长期造户及传产业 那这些职缺呢 其实他们有些的薪资还蛮高的 从4万2到5万5 这薪资还算高 那所以如果对我们这些民众呢 如果你对这些职缺有兴趣的话 就赶快来我们的中心 那今天没有到现场的没有关系 一样可以到我们就业中心 由我们的救服人员来做一个服务 基隆就业中心进一步表示 办理这次征材活动都有严格做到防疫措施 希望兼顾民众找工作的需求 也预定6月中旬在基隆长龙桂冠酒店 办理更大厂次的联合征材活动 因应我们厂商还有我们的求职者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在6月中的时候 我们会办理一场比较大型的一个现场征材活动 那时间呢在6月14 那地点会在我们长龙桂冠酒店 那到时呢会有更多的厂商以及更多的职缺 所以我们有求职需求的朋友呢 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业中心指出包括食品工业以及保全业 等属于传统产业的缺工情况还是相当严重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